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拜登先生最近关于中美关系 有一关谈话 谈话标点的上期几位 跟各位讲 拜登先生自上任以来 他是继续特朗普的路线 一边望着特朗普的老头 一边按照特朗普的这个做法 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 继续下半子 搞对抗 不搞合作 但是搞来搞去 搞到今天这个样子 中美关系搞得越来越恶劣 上一期节目我说 拜登先生说了几句正常话 拜登先生说了什么话 回溯一下 拜登先生说 中美两国没有理由 由竞争而陷入中 你看这话说多明白 对不对 隔壁王奶奶说 老头清醒了 拜登先生说的第二句话说 美国从来就无意改变 一个中国人说 你看多正常 对不对 再点赞吧 虽然美国行动是一直模糊一个重策 甚至反对一个重策政策 在台湾的问题上一直 切香肠 突破 攻陷 但是至少是 拜登先生作为美国 现在的 这个三军总司令 作为美国总统 他说这个话 这句话是个正常话 这我最近注意到中国驻 美国的特定全权大使 这个秦刚先生对美国的一些事情 他那个表态 他的身段很有意思 一 简直远走 二 美国奥运会之后的美国这个奖牌 他就表示肯定 然后对一些事情正面鼓励为主 所以你现在就发现 从秦刚这个做法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一点经验 那就是说 对于一个有劣行 有劣迹 破坏环境 破坏纪律的这么一个人 他有一点进步 拿换表面上做出一点进步 我们要不要肯定 我这一次要肯定 我们为什么不能表扬 拜登先生这几句话说的对呢 拜登先生说 我们从来就无意 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那很好 金星格早就说了 这个时候承诺一个中国原则 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 承诺一个中国的原则 还要重要 所以在这个时候 既然拜登先生作为美国 最高长官人家屌的 这个意思 我们为什么不够长呢 很好 我看秦刚的做法 就是美国做的对的 我们就鼓励 就点赞 就支持 大使的 搞好中美两国的关系 是大使的重要责任 但是美国做的不对 那就其实建立批评 但是批评的时候 也要注意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争取更多的美国公众 对于事情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的外交水平 现在呢 将至此前 我觉得有明显的感应 戴登先生还说到 美国方面 一通中国开展 更多的坦诚交流 和建设性对话 你看看 隔壁王们 说这老头说的多清楚啊 多好啊 这话 应对的是此前 特朗普之后 好多对话都中断了 坦诚交流没了 剑拔奴章了 美国方面单方面 撕毁了很多很多东西 要脱钩吗 忽来 让拜登先生讲的好 拜登先生第四句话说 确定双方 我们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我们这样能够避免的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正轨 结论是中美关系要重回正轨 重要的话 我去说三遍是吧 结论是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拜登先生的话说的多好呀 上期我们跟各位说了 拜登先生的这些话 然后呢 我用最近呢 中国航空航天大学的干流协教授 王湘穗的一些这个观点 来对这个拜登先生这些话 做出一句 王湘穗先生认为 中美之间呢 必须要确立一个良性竞争的目标 良性竞争的目标 良性竞争的最简单的这个制约 岛建就是说不要把对方弄死 life and life life 你活着让别人活 不是要把对方抹去 而是有竞争 有竞争 但是也要合遵 他讲了要坚持四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确定双方 确定对方的不是敌人 第一搞定去的对方不是敌人 目标是有限的 认为是清晰的 第二 让认同双方的价值观和利益 都具有合理性 美国经常说 我们有美国价值观 对吧 那我们中国 我们都几千年了 我们14亿人 我们有没有我们的价值观呢 你们的价值观和我们价值观 有不一样 那肯定是不一样 但是是不是注定要冲突呢 王湘穗人 中美两国如果良性竞争的话 双方的价值观的利益都具有合理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比方说美国人说 人人生而平等 这个话好 对不对 你光是美国人说的这句话 写到美国的宪法当中了 那你就 我是中国人 我就说人生而平等不对 人人是生而平等 对不对 问题是怎么实现平等 毛主义也说过 人生而平等是对 问题怎么实现 美国讲人权 人权是很重要的 我们中国也讲人权 中国人权事业 对不对 人命观点就是最大的人权 吃饭问题最大就是最大的人权 人权观念我们也可以完全讨论 我们你接受你的 你的有合理性 我的也是有合理性 比如我们中国的理念 极所不欲物事与人 两千年前孔夫子 那山东老头 人家就说了一句话 叫极所不欲物事与人 你不想干的事 你都要逼别人干吗 对吧 这种价值观 好不好 为什么不好 美国人你为什么不接受 这个王江森认为 承认双方的价值观 那只有合理性 还要承认双方的利益 有合理性 美国要发展 甚至美国要继续维持老大 你没承认到合理性 他是老大 对吧 他在老大的这个轨道上在运行 那中国现在我们这么大个 我们现在在一半的中国人 六亿中国人 越生日还不到一千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么大的个 如果中国中产阶级发展起来 如果我们现在脱贫的路上 走得更好 如果我们现在的目标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我们沿着路子继续走 我们共同富裕 大家可以想象 中国发展要更好 我们的壳了 我们的壳会更大 我们人口甚至四倍 我们壳 我们这个总量并不大 GDP并不大 不是很正常吗 你美国不接受这个东西 怎么 因为以前这个 奥巴马的表示说 中国人如果都不让我们这种日子 地球要完蛋 对吧 他在澳大利亚讲的这个 那你不行 你以地球和资源的有限性 来阻止中国的发展 这美国你这可不承认 中国发展利益 这不行 王湘瑟认为 中美两国坚持各自的价值观 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是正常的竞争行为 双方要承认 应当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王湘瑟认为 不管是美国的民主自由 还是中国的以民为本 安全和发展 都应该得到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王湘瑟这个说法呢 这个我注意到站位比较高 他站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你们两边 要承认对方的发展利益 也承认对方的价值观 我是觉得中国学者这样做是很好 他甚至说 王湘瑟认说了一句话 说中美两国谁都不是妖怪 我们当然不认为美国是妖怪 向美国学习 亚洲的共和国 中华民国 向美国学习的产物 中国今天也向美国学习 改革开放 不就是向美国为代表 西方的发达国家学习吗 美国是我们的榜样 但是美国不是我们的教师爷 我们向你们学习 你们的好的东西 但是你们不能以 你们的东西好 为由叫我们的 干杂活 然后欺负我们 蔑视我们的罪言 蔑视我们的发展利益 甚至试图弄死我们 这当然不行 我们不认为美国是妖怪 但是美国人认为 中国是妖怪 不接受 比方说美国人就坚持认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不能容忍 那你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像这个 这个蓬佩奥所表白的那样 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不开 你怎么可能呢 我们家就共产党 他们家共产党 隔壁网那就是共产党 谁家里还没几个共产党 抓不完共产党 遍地都是共产党 而且共产党的 现在2012年以来 刮骨疗伤 呈现一片西面 反腐败 我们现在也深入到了抓影子 股东的阶段了 知道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依法治国这个体制 你改变不了 你非要把中国当成妖怪 第二条原则 你不能把对方当妖怪 要承认双方的价值 观和利益具有合理性 王先生认为良性竞争 还有第三条原则 那就是 确实性方式竞争 竞争是竞争 竞争也应该有规则 对吧 竞争性 竞争性能有规则 踢足球有规则吧 打乒乓球有规则吧 打乒乓球 比方说竞争规则 王先生举个意思 很生动 他说比方说打乒乓球 两边隔着打 那就好了 乒乓球最文明 对不对 乒乓球没有冲撞吧 没听说过 打乒乓球 把脑袋撞破了 撞对方脑袋 你撞不着啊 他中间有网子 乒乓球啊 你大力抽插 销球 远台进攻 你都不涉及 撞对方脑袋的问题 当然中美关系 良性竞争 也可以考虑的 美式达轮球 美式达轮球 大家知道 有合理冲撞 合理冲撞 那就排好阵型之后 猛的冲过去 那也是按规则来 中美之间 必须在共同确定 遵守的规则之下 要有不来 也可以有规则制约之下的 这种合理冲撞 不是不可以的 但合理冲撞 也是要遵守规则 也是要实现 按照比赛的 比赛的总规则 王强瑟认为 中美之间 基本的战绩 主导地位的相处方式 不应该是对抗 不应该是彼此挖坑 应该是竞争 做好 做更好的自己 比如你说中国这事 做的不好 那好 你美国做的更好 中国一看美国做的更好 中国做的更好 这不就左脚才右脚 右脚才左脚 咱们就是上天了吗 就冲天了吗 这不就进步 整个人类进步 不就这样吗 市场进步 技术进步是这样 人类社会进步也这样 你美国认为 你的制度很好 那好 那你就发展你的 我们就发展我们的 对不对 王强瑟认为 这个原则非常多 王强瑟认为 第四条原则 你坚持非暴力 坚持非暴力 不能吵家伙 两人吵起一样 咱们说的是这个理 是你违反交通规则 还是我违反交通规则 咱找警察论论理 等到联合国来谈一谈 都是联合国常人理治国 那你不能摸出刀子来 你摸出刀子 我AK47 我扛起火箭筒 然后那个大杀器 这个地球受不了 对不对 竞争不是战争 中美要共存于世 要避免直接针对 对方的暴力行动 控制混合战争领域 要建立管道和富男 谋财可以理解 你想多张钱 我也想多张钱 但是谋财不能害命 对不对 谋财害命 这是中国的成语 谋财害命 你竞争不过 你就打压人家 竞争不过 你就全世界 然后呢 撒谎造谣 然后拉着你的所谓党 老哥们小哥们 才开始围堵 把人家生意给砸了 还弄砸了 我说的什么事 华人呀 华卫不就5G领先吗 在通讯产业里边 直扭耳了 美国人看不下去了 美国人说 你的那个东西 如果你关了后门 我安的后门 按不进去了 我怎么办 你的防盗窗太好了 我拖东西怎么办 好 美国全世界 这么一个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罗马帝国之后 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 比罗马帝国其实强大 唯独一个中国民营企业 人真的会老爷子多不容易啊 还绑架人家闺女 你说这 这都黑风寨的土嘴才干的事情 美国人干什么事情 这就叫谋财害命啊 谋财可以 但是害命完全无关系 如果你要害命的话 那就是恶性竞争 王相思认为 良性竞争 应该尽可能的避免 直接使用暴力 避免直接使用暴力 干嘛呀 干嘛直接使用暴力 对不对 美国的武器 全世界最先进 你的军费开支 是中国世界上 从第二个 军费开支 第二个国家 一直到后边 多少位的总和 美国这么强大的 全世界到处都是主军 而且还搞你的生物武器 全世界一百多个 生化实验室 生化武器化 而且把7-3-1部队的 那个 石井四郎 这样的细菌战犯 都弄到那去 给你为你们美国人 搞细菌武器 生化武器服务 美国人如果不改销更张的话 那中美的良性设法 是没有办法实现 王相思的分析认为 从目前情况下 中美两国之间 有一些好消息 在写文章时 王相思还没有注意到 最新拜登先生 关于中美关系 这个最新的两开 但是他认为 中美关系的好消息 是两国竞争的目标 和原则 大黑面的 还有个总体任务 他认为 这是中美关系 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起点 但是中美关系 也存在坏消息 这种负面的东西 首先是特朗普政府 和中国政府 达成协议之后 达成协议 关于关税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 签了之后 又挑起全面竞争和对抗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这个人狗屁帽子 没反正 你知道吧 特朗普政府 又挑起全面竞争和对抗 破坏了双方的父亲 导致两国之间 存在信任赤字 就美国说什么 咱都不能信 就这个老头 吐露反仗 他冲儿烦 就这个政府啊 说了不算 就算是这个政府 他这个老头 他说准了 换个老头 又另外一套 你这种政府 跟大家道 这跟企业做生意一样 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信 你跟他怎么做生意 你该发货给他呢 他不给你钱 他反额你 他告你找一帮打手来 黑社会寻衅滋事 怎么办 还有不好的消息 那就是最近美国国会 通过了一系列涉华的法案 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美国建国的时候 就一帮律师 就拟了一个东西 叫现在 而后美国更加的法律 多如牛毛 在美国带有权威性的东西 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 更加的法律 但是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 美国国会通过的 一系列涉华法律 都是非常弱的 这种恶不但是对中国的恶意 不但是对中国的损害 不但是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关系发展带来损害 而且 直接限制了拜登政府 与中国开展良性竞争 他把他封死了 叫拜登想干 拜登想 宁肯冒着选票呢 掉落的风险 也要干点正常的理性的事 如他这次 电话里面所掉落的 这种意思 但是怎么办呢 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反华的法案 已经把这边路堵死 这这这这边怎么弄 所以王强村认为中美两中之间 如何实践良性竞争 双方都需要付出极大努力 中国人已经人质一金了 中国人已经把能做的都做到了 中国人甚至有的时候打出牙齿 往肚子里蹿呀 中国人忍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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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忍无可忍 但是现在还在忍 中国最近大大奖金融开放 单方面金融开放 你说还要中国人怎么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美两国的这种良性竞争呢 就是既有希望 星星点点的希望 但是呢 也有大量 严重的不确定性 关于中美两国的竞争 最后结果究竟怎么样 我们找个时间再跟各位聊 待会儿去他们见 下期